台东市2号清晨发生一起致撞车祸 28岁理性男子开车行进大夜路转弯处时 失控一连冲撞路边三台车 最后是撞上水泥柱他才停了下来 而理性驾驶连同一名乘客是受伤送医 由于酒测值是达到了0.51 初步推测就是酒驾酿货 详细的原因警方还要深入调查 监视器画面中一辆黑色小轿车 才刚左转进大夜路 车头还没来得及回正 就直接撞上停在路旁的白色小轿车 换个角度再看 强烈的冲击力道 还波及另外一辆小轿车和一辆货车 而巨大的声像也吓坏了附近居民 这起自撞车祸就发生在2号清晨 28岁的理性男子 驾驶黑色小轿车 载着一名24岁的中姓男子 新京大夜路转弯触时 失控一连冲撞路旁三辆车 最后撞上了水泥柱才停了下来 整辆车撞到剩下半截车身 零件喷飞以地 云以为是开快车失速 没想到竟然是酒驾肇事 经验警实施酒精浓度检测 酒车值达0.51 本分局将依法侦办 造势原因初步调查为酒后驾车 详细原因本分局深入调查中 离性男子酒后上路 不只毁了自己的爱车 还波及路旁车辆 所信他和中姓乘客 紧受外伤 无生命危险 而警方也再次重申 酒驾零容忍 最高科处三年有期徒刑 并科30万元罚金 避易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调扣驾照牌照 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记得沙沙会台东市报道